可是博台辦他當然有統戰的目的啊 不是嘛 所以我這樣跟講嘛 媒體報導劍中接受山東濟南市台辦邀請 要去大陸進行八天的研習營 那你說陸委會說鋼管不佳 還要在一部檢討相關交流政策 那我不懂你現在除了你說你開放學術交流 那我不懂你這樣的做法是開放嗎 還是你對我們台灣的精英學子 沒有任何的信心 還是你打算要鎖國 跟委員報告 我覺得我了解 堅國中學過去長期以來跟北京市中有交流 我們也沒有擋過啊 對啊 那這一次是什麼 那就是因為國台辦主導嘛 為什麼要鋼管不佳呢 因為國台辦主導而且完全落地接待嘛 那所以你對我們自己的 你對我們自己的年輕學子沒信心嘛 就覺得說只要落地接待 我們就會被收買 那你把我們台灣年輕人的gas 把我們的氣魄放在哪裡 不是啦 那你怎麼可以用因為落地接待 四個字 我就覺得我建宗去了以後就會被統戰 不是啦 你這樣對台灣年輕人是一種污辱耶 我不建議委員這樣解讀啦 你就是這樣講的啊 就北京來講他本身 他對台灣的統戰是陽謀不是陰謀嘛 我們鼓勵是正常學校之間的交流 你說建宗最有了解過去跟北京失蹤 難道我們年輕人我們的學子就會因為落地招待 因為會可以享有公價就可以被收買嗎 不是這樣子啦 我們就因為這樣的一個國際性的言行 我們就會被統戰嗎 這很可笑嘛 你就自己嚇死 然後自己嚇自己就算了 你現在還不相信我們台灣的年輕人 我不建議委員這樣解讀啦 你就是放解讀的嘛 不然你什麼理由別讓他去 被建宗跟北京失蹤的交流 那北京失蹤是北京最好的 反正你就覺得是那去就是我們團選 那所有國台辦他當然有統戰的目的啊 不是嘛所以我這樣跟你講嘛 人家又不是只有邀台灣的 所以別的國家的不會被洗腦 只有台灣的會被洗腦 他不會統一別的國家啊 那我是要問你嘛 那你對我有沒有信心嘛 你對台灣年輕人有沒有信心嘛 是不是我們去了之後被統戰啊 我不敢評論委耶